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艾成离世两个月 一双王瞳赶对方常伴在旁 用他的方式在爱我 马来西亚歌手艾成八月时在台湾坠楼身亡 王瞳日前为他举行纪念EP发布会 期间多次落泪 王瞳提到早前驾车时 旁边突然出现三台车牌BBB个车 感觉有如王夫叫他BABY BABY BABY 之后他寄说 我有一天连续看到五个三十 我的本名是吴珊云 我觉得是澄澄用他的方式在爱我 又单引号 王瞳表示去墓园拜祭爱成十 先是在橱窗见到三十字样 之后收到工作人员传他三十张照片 相簿名称是10530 晚上去看演唱会 收到的袋子上印有三十周年字样 回家开冷气 看到显示为三十度 感觉是王夫用他的方式在爱自己 除了三十和BBB 王瞳又透露七十 他与爱成之间的传情暗号 而他在发布会上的长靴 他表示联运费价钱是777元台币 令他觉得十分巧合 似乎身边所有事情都与爱成有关联 王瞳表示会好好过日子 并透露身边不少朋友曾梦到爱成 但他始终没见钱到对方 可能是我太想他 一种遗憾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吃了身心科的药 又单引号 爱成身亡后 王瞳上月带着对方部分的骨灰 反马来西亚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